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大家 这里是什么建筑物呢? 这个又是什么地方呢? 提完水没理由大家不知道 没错了 这两个地方就是将军澳的工业村 将军澳工业村位于将军澳的最南面 是一个集本地和外地商业工业于一身的发展区 有很多大型的厂房和厂工业的设施 而这个车站是工业村里唯一一个交通设施 方便在这里上班下班的市民 将军澳工业村车站是典型的平衡式月台 有五个月台 给巴士 小巴和的士使用 巴士占用三个月台 小巴和的士就各占用一个月台 另外也有给其他车轮使用的通道 而月台与月台之间 设有行人辅助线 和视像人士专用的地砖 方便过路 设施方面 有巴士车长专用的休息室 最新式的玻璃天幕后车亭 政府安装的金属製造备雨停 和站长室 还有座椅 和轮椅人士上车位 这个的士站就没什么人准车 可能平时没什么人坐车进来 交通方面 有小巴112M线来往康城站 也有112S线在深夜时份提供服务指导 鸿磊陀瓜环前往尖东 如果要去牛头角观塘 就有98号线巴士 而在凡黄时间 有796E巴士来往深水埗苏屋邨 另外也有797M线巴士来往张军澳站 而巴士797号也有特别服务 早上会有2班车 适经这个站落客 张军澳工业村对面就是小西湾 附近是石澳 大家可以由晋云街的进头 走到这个位置去欣赏这么美的日落 其实只要走多几步 香港每一个风景都很值得欣赏 今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记得订阅我们 谢谢大家